大家好,我是Stan 6月13号即将开播的M年女团选秀节目 Kindom Project 因为将参赛女爱的我们以成绩来分成 1到4等级而引起了饭圈的公分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在华语饭圈 大家应该很容易就能看到 谁谁谁是一线女团 谁谁谁是二线男团这种 将K-pop组合分等级为 一线二线三线的说法 而这个在喊我称为是 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而且就这样将同样是努力的idol们分等级 确实是不太好 所以只是在饭圈论坛会有人投论 谁谁谁是几下idol 在电视节目中几乎是 从来都没有人提过这些 但是我们的M年 在昨天公开的Kindom Project Preview 非常残忍地将参赛者们分成 1到4等级了 在K-pop界有所谓的线存在 这线是目前为止 大家在K-pop界获得的成绩 今天会以Kindom Project的基准 划分一下一线到四线 现在大家的座位是 4月24号为止的音乐节目一位总次数 加上历年专辑首周销售量最高纪录 来区分的一线到四线的位置 我个人觉得不管目前为止的成绩怎么样 每位参赛者都是很辛苦后才出道 出道后又非常努力地在活动 现在把他们带过来让他们互相竞争 说要组成最佳的组合 就已经很那个了 结果又这么光明正大的分等级 真心觉得对艺人们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真的太坏了 也不是实力是用知名度跟人气来分等级 真他妈的 哇太过分了吧 让田园族那个就让我很上火 看到自家爱豆在那边被分到什么等级也很心疼 太夸张了 再怎么为了收视率 在节目中怎么能做这种事 都没考虑到爱豆们会受伤吗 MNA真的是对爱豆们无恶不作 用造假摧毁了那么多孩子们的梦想还不够吗 分等级就已经不能理解了 甚至还不是用专辑总销收量 而是手周销收量的部分也太诡异了 分等级已经很可笑了 但这基准也太傻眼了 在音源排行榜长时间维持20位之内的女团 怎么会是四线呢 然后也有这样的留言 就算是这样吵话题 出演者们应该也希望节目能火 让自己提高一次知名度吧 所以对于Quindom Project将参赛者们分等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80后觉得最近女演员很弱的理由 那是因为我们是看着她们长大的 Kim Tae Song Ae-gyou Keaa 此音计 研俘 此音计 杀自担 起宫 一定 未 kicked 三在 半 凩 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